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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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洪總 你早睡得好嗎 今天刷兩槍 十五十分 還好還好 然後 進來這邊 昨天我們兩個在聊 就是說現在小孩子很幸福 然後 當然當教練 也是 我覺得也是能在這樣的場地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今天不是第一次來這邊嗎 那你 這個台岡的第一場比賽 就是在這邊打 當然是科隊 那昨天是第一次組場 整體看起來 你對這個球場的感覺 當然就舒服兩個字來形容 以前我們在 打球 在比如說台北市立球場 還是說在台中球場 那一種 不要說 不要說吹冷氣 就是有時候連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 就直接在 球員休息室 就直接換衣服 那時候的環境 當然是沒有現在這個 這麼舒適 我昨天也跟他們講說 這幾天外面真的是超熱的 好像火燒一樣 但是我們在裡面打球 還有感覺 像我們坐在那裡 有時候你沒有動的話 還要稍微劈一點 保得長袖 所以這個打幾球真的非常幸福 所以現在環境越來越好 我想球員他應該要更努力 去把球打好 回饋給球迷 因為現在看起來都是很年輕的球迷 也是當然幸運的球迷 能夠今天參加這個活動 你跟大家回憶一下 就是說前幾年在兄弟的時候 碰過最爛最爛的球場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招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他有休息室的部分 也有球場的部分 至少有休息室 比如說以前台北勢力棒球場 我們以前有一個兄弟隊 有一個日本教練叫土居張柱 他把台北勢力棒球場 外野的球場形容成 你們知道柱子嗎 那個竹子放下去會 叮叮叮叮叮叮叮的亂跳 所以他說台北球場的球場 那個本地球 那個球打過去以後 他那個彈跳就像柱子一樣 所以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看球有沒有發現 台灣的外野手 他都練就一身好豐富 當亂跳的時候他這一隻手 不是手套那隻手 丟球那隻手 還是要去接球 一彈跳就用手抓 借起來然後再傳球 那是另外一套功夫 那休息室的話 像以前在台中 我印象很深刻啦 就是說 每當有新的外籍球員到台灣來打球 第一次到台中市球場 他只要進到休息室 那個眼睛馬上瞪大 我們就很激烈 奇怪怎麼有職業球隊比賽 那個休息室是這樣的 連東西都沒地方放 地上是髒的 廁所 那個廁所就不要講了 那真的是要去忍受那個 所以他那個環境是之惡劣的 真的是跟現在真的是天堂之別 同樣問題問一下路易士 就是他剛大概95年左右 剛到台灣的時候 那他也在別的地方 在上過大聯盟 然後突然從一個 大聯盟等級的球場 然後到台灣 他那個震撼感 對他來講 是不是非常非常難以接受 甚至會覺得 說不定比他的這個祖國還要差 一定 一定 當我第一次來這裡 我沒有比賽 像我們在街上 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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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在球場 就是 賺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才是在那種宣布 那個黃土的球場打破球 所以他的衝擊其實也蠻大 所以 所以 那是一個 尤其是 尤其是 球場打破球 我得到很快 因為球場打破球 比我更快 比我更快 我認為 他打破球 很不錯 但是 我得到很舒服 尤其是 最後 我不喜歡 比我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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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 因為 跟大人玩的場地的差別 就是 全黃土的內 他的球 短地球的球是會加快 所以他一開始 還能夠吸引 但 慢慢吸引的時候 他也覺得 在這種場地打球 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對 那接著下來就是 他到台灣之後 那開始有一段時間 可能 不是打人那麼理想 那當然大家都把他的 薪資會覺得是一個重點 那 現在來看呢 他的薪資是非常低的 當時 那 他怎麼樣去調整這段時間 那另外就是說 對兩個問題 第一個對 台北市立棒球場的記憶 第二個就是說 當時 兄弟相米 是出了名的激情 那 有沒有什麼 他特別記憶就是說 球迷比較失控的行為 在哪裡 第一次 加了 對 我以前替莎 沒有成功 一件的思憶 是 第一次 感情 一件的的 誠 若 工 從 以 雅門 雅門 和 架 操心 我 不 要走 就一直在走,那是我的運動,那我可以幫我輕鬆一下 所以我開始做測試結果,幸好事實上是非常好 但在最初,我開始做太多,我開始太欺騙了 就是教練一開始 他的確記得說 那時候一開始在他的時候 當老師很好 那很謝謝那時候的 我老闆跟那時候的教練 都給予他很多的耐心 然後叫他保持自己的自信 然後慢慢去調整 那教練自己也透過自己的調整 慢慢的越大越好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可能也想太急 他也想要表現 他也想要求健康 他也想要表現 我印象中的記憶 我印象中的記憶 我記得他有一個人 我記得他在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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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在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他不太難了 接下来,他们拿了很多鸡 他们把他放在森林 我当时在森林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 整个森林的鸡蛋 就是裁判组有一些miss的东西 然后隔一天,球迷就带了一大堆森林 然后开始往修厂里面丢鸡蛋 那时候陆毅师叫他说在三年 他就直接说,球迷在丢鸡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跟他说,那个时候因为鸡蛋还比较便宜 我请教一下,就是 刚好两位都经过早年的兄弟 还有现在的台杠 我曾经跟东阳总教练请教 就是,我觉得台杠有很多兄弟的元素在里面 那特别你们也经过兄弟球迷那种疯狂的年代 还有现在,完全在座各位看起来都是不同世代 蚊子彬彬的这样子 不晓得路易士对那时候的球迷 跟现在台杠的球迷的这种感觉 那时候会不会怕被丢到 现在好像忙着签名 我几个愉快 因为,我看来说 我看来说,这就是 他们的兄弟《ELEPHANT》 他们是很困难的 他们进去 我认为,我看来说 我看来说,我看来说 我看来说,我看来说 我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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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很将来说 我们的当地区 华氏 也会就互相对 而且在整个阶段 这里有多少钱 好像不错 所以,我很感谢 因为他们的情况 搭配 这种情况 是 就是 对兄弟的球迷 他中文的目標就是 可以充满球很熱爱 他很投入 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瘋狂的舉動 但是他說他越來越來越重低的球迷 至於對於太平洋的球迷 他真的滿意外 以你來說真的有很多球迷 就是整個球隊 整個教練團 平育團隊 整個制服制這樣子 就很謝謝也很感謝所有的球迷 謝謝 我覺得在座的給自己一點掌聲好不好 謝謝 真的對我來說是滿意外的 滿意外的 就是台剛我們知道這個籌備的中間 都非常的順 或者說好像都很有計畫 很有朝著目標走 但是也真的高雄的票房 超出我個人的這個想像 因為我們職棒創中華職棒的時候 曾經在高雄跌倒過 第一年跟第二年落差非常大 我問請教一中總教練一個問題 就是我昨天其實跟總教練閒聊的時候 我想跟在座的分享一下 我說我們一般在錢財管理的方面有財務自由 我昨天說一中總教練給我的感覺 是我今年的第一次到球隊看他們的時候 我就說我覺得你已經棒球自由了 就說從他的整個那種氣勢 臉神知識 我覺得他已經 好像輸贏對他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不會在那裡糾結啦 不會那麼糾結 我不知道一中總你自己對我這種看法 你自己感不感到 或是你自己看得很開了呢 沒有啦 輸贏還是會在意啦 但是不一樣的球隊 用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現在的球隊幾乎都是年輕球員 那我覺得我 我認為他們需要什麼 我該怎麼做 這個以前的球員就是帶的是舊球隊 那必須得去 要求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要拿出最好的成績 來回饋給球迷 還是說公司付出那麼多 他應該要用成績來回饋公司 但是這一支是新的球隊 有很多年輕人 我想我們不會去太多的想像說 我第一年這個球隊 就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如何讓這些年輕人進步 所以我們用什麼態度 面對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一直告訴他們說 你們不要太高估自己 你們假如很好的話 有的人甚至已經選秀三次 兩次 三次他才進到中華之棒 因為台灣很小 台灣棒球圈不大 所以也好手藏不住 你只要是好的選手 你老早就被延攬進來 為什麼你到現在才進來 是因為有台崗你很幸運進來 所以你有這個機會進到中華之棒 你千萬不要把打不好 當成是你的壓力 你要把打不好當做是理所當然 你打不好我也不會去責怪你 我也不會去 因為你打不好罵你 你打不好的時候 你就是拼命去練習而已 我會講你是因為你太懶惰 你沒有把權力的精神放在訓練上 這種東西我才會去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要是全力付出你在場上 縱使輸球或是表現不好就OK 沒關係 反正你原來就不是那麼的優秀 而且你第一年 你不要期待說我們台崗第一年 就要拿冠軍要打肌肉賽 那些在職棒十幾年的那些 人家練那麼久了 所以像前一陣子 我們一開始打不好的時候有很多選手 他打不好下來的時候 就兩眼無神坐在那裡發呆 我說你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他說打不好壓力好大 喔拜託你還以為你是明星球員嗎 打不好壓力好大 你本來就不好啦 對不對 你打不好是正常的啊 你把這些心思壓力的心思 就拿去練習就好了 你要毫無保留百分之百的去練習 你在這個職棒場上 你適應的時間就會縮短 一定會進步 努力練習不會騙人的 所以現在我這個球隊 我要帶什麼球隊 我的球隊是什麼樣子 我要讓他們變成一個自動 誤發不好就去練習的一個球隊 我們的氛圍要這樣 以後任何球員進到這個球隊 也會被這個球隊所影響 這個球隊不會因為某某人進來 就被那個人影響 這是我所要的球隊 所以我們現在一些老球員 像王波榮也好 來你們也好 他們只要打不好 他們就會揪這些年輕人 明天我們提早造球場 還是說我們打完的時候打不好 他們就留下來繼續練習 這個就是我要的 所以既然大家都已經這樣自動自發的 在練習的時候 球場上的得失 失敗與成功 我都不會太在意 縱使輸了沒關係 我會來再練 這個是我現在目前的心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後面還有提問 最後一題 也呼應我們整個節目 是因為比較復古的 所以最後一個問各自 就是說 洪總當初看路易斯進來的時候 感覺這個選手是怎麼樣 說這口感打得起來 之類的 然後接著下來 他個人覺得 他的表現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 第二個就是 你們當年的兄弟第一次三連霸 那如果 台剛這支球隊 跟當年的那支球隊 他的差距會在哪裡 所以同樣大概的問題 就問路易斯 他怎麼看當年選手時代的洪總 跟第一次三連霸的兄弟相 你先好 路易斯剛見人的時候 當然對他期待很高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 大家都叫他叫路七千 他是七千塊美金 在當時 當時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外籍洋將是三千塊美金 他可以拿到七千塊美金 那已經是很高的薪水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對他的期待 就很高了 那一開始他來 他有沒有太長 有很短一段時間 表現的沒有那麼的 人家說那個價值 但是後來 我們後來球隊的三連霸 真的是靠他 貢獻的那一種百分比非常高 因為他的打擊率真的是 你話講 那個不只是安打率高而已 他三陣也低 守備也好 那又有長打能力 我們那時候三連霸 他的貢獻是非常非常大 那時候兄弟第一次三連霸 跟你感覺那一支球隊好好在哪裡 其實兄弟跟現在的台剛 是兩個完全不同型態的球隊 以前兄弟那個球隊 事實上幾乎都是很成熟的球員 因為我們當時職棒成立的時候 像我職棒成立的時候 我已經29歲了 29歲我才第一輪打職棒 所以兄弟球員幾乎都是很成熟的 跟現在這種19歲20歲的選手是 有很大的差異 那路易斯當年他進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看洪一東總教練 還有當時兄弟那種完整的隊型 那跟現在他覺得可能差距在哪裡 當我第一次來這裡 當我第一次認識了 洪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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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是 現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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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教練對那個洪總的影響 就是 他現在是這樣的一種教練 他那時候就是什麼樣的修練 我看他很激烈的一種教練 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我认为他操约的球队 刺激的方法 我认为他很强烈的球队 我认为他有很强烈的球队 我认为他有很强烈的球队 如果他有很强烈的球队 在第二层的球队 在中央队的中央队 你会有很强烈的机会 我认为他有很强烈的球队 沃宇斯特对中美的印象 他打球非常认真 非常专注 教练自己本身也很相信说 有一个好的不守 有一个好的二雷手 有一个好的友情 跟一个外雷手的话 这支球队一定是非常好的一支球队 那特别是中美在那时候 就是领导脱手的部分 以及在打击的部分的贡献 也对人之球队长就是 奉献很够奖 我记得 这些队长有点很强烈的球队 我们经常有点强烈的球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game with this one right now or with this kind of generation is that like there was obviously the player was a little bit more mature with a little bit more experience but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attitude that they went after the game I think that's a bit different not to say that this generation or this guy and they are very well talented but right now they just need to keep going o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to all the experience and different between to become a champion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我都很年輕 我都很年輕 我都很想問 敬佩服的支持 只要是忠誠 因為我們試著 做一個好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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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現在 不要放壓 就是台湾这支球队真的是很引擎 还需要球迷的一些耐性的支持 那随着他们会越来越好 那不要给球员压力 但是像子佑他现在也是越打越好 那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可能十几年 说到这个我想有个问题 应该很多人请教过总教练 我想听一下打击教练的这个看法 就是前面尤其六年拜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会觉得台刚好像后段棒次 或者是那个刘禅磊的这个机会很大 或者是这个对别队的投手来说 碰到后段棒次就感觉贵了 但是在这个六连胜的时候的打击 或者说是这三场都输一分的 这个就打击教练来说的感觉是什么 我认为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那是什么我认为了 如果了解联系物 没有任何 他想面对联系 就是让大家联系 让与某 Abi活动 就是与某局 而认为权融队 有是的 就是他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就是透過不斷的練習 然後跟透過練習去對提升自己的自信 然後提升在場上的一些表現 那當然教練團這邊就是幫助他們了解到說 之前那些都是過程或是學習的過程 那在練習的時候也是加入一些情境 然後你讓他們去認為說可能接下來比賽會遇到的東西 到時候到賽場上面真的遇到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去熟悉 比較熟悉也比較有自信的去打擊這樣子 如果要舉一個讓打擊教練覺得意外的表現特別好的 他的感覺是什麼人 我認為他必須要是Giorgio 他年紀的年紀 他年紀的年紀 我認為Giorgio只有19或20歲 他會比賽 他會比賽的大賽 尤其是在外國的球場上 尤其是在外國的球場上 在外國的球場上 我認為他們也有很多經驗 Giorgio在那裡 在第一年面前面 我認為他處理得很不錯 他也會擁抱 他也會擁抱 特別是羊頭的部分 羊頭他們可能都有一些甚至有大聯盟的資歷 那土頭的部分 這些都是很有經驗的土頭 但是他只有對到他們的時候 都是感覺應付得蠻過來的 然後當然他也有提到博選 也是有讓他覺得蠻意外的 好 我們就時間 我們第一段大概進行到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個場地主要是要打比賽 不是要來座談 所以我們的時間有限 所以接著下來 就是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想要成為 巨蛋史上第一個 坐在那邊舉手發問的人 突然這麼多 是要我當壞人 這位 這一題沒人問就怪了 是 在宏怡中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 他的位置 你要聽真話還是官話 立廷會選啊 恭喜 他的 當然他內野每個位置都可以守 他說進來 但是呢 他應該是以三壘二壘為主 因為 紫幼還是不會變 紫幼是我們的狀元 是我極力要栽培的選手 我再回他可以嗎 我再回他可以嗎 那我也是接著要請教洪總 就是剛剛有提到五念庭 也是那時候兄弟的隊員 不複聯的公子 那想問一下洪總 將來是否也有機會 培養自己的 子女也來打 就是 就是洪總 將來是不是也有這個機會 也有那種意願 就是把自己的可能 就是子女也來打棒球這樣 大隻棒球 我三個 我沒有兒子打棒球 我有女兒可以打壘球啦 但是 人家說 在座有女生啊 不好意思 人家告訴我說 我挪屬利 沒有好球三塊球 所以我就喊泰姆 不敢生了 再生的話就保送 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女兒很貼心啦 我三個女兒我已經很滿足了 可以買一下洪總的書 裡面寫很多 三個女兒很優秀 對不對 你滿不高的 沒有啦 優秀沒有啦 就是很貼心啦 OK 我還滿幸福的 下一位 我想請教路易斯教練 就是 這30年以來 他認為中職達者 改變最大的部分 然後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認為現階段 中華職棒最優秀的達者 是哪一位 謝謝 對 對 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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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的分別 是 沒有分別的分別 分別的分別 跟別人 分別的分別 所以它會給你一點點空間 去增加你的打擊 但一定是打擊的 你必須要成立 打擊的部分來講說 專門的意思是說天分 可能沒有差到多少 因為其實打擊的天分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但是技巧方面透過現在訊息比較發達 然後有一些新的訓練方法 技巧方面又變得比較好 這樣說好的打者的話 其實現在中止有很多好的打者 你要他挑一個的話 他也真的很難做 覺得他只能回答你說 現在中止真的有很多好的打者 好 那接下來 洪中你撐一下 看不見 還是你做拍攝都好 好 我也知道 那個技善成 想問一下洪中總教練 就是針對現在 有提出說要 三洋頭可能變成兩洋頭 一洋炮的這個看法 想問一下洪中總教練 對於這個看法有什麼的見解 謝謝 有洋炮當然會比較好看 因為洋炮每天都可以出賽 一般 球迷比較喜歡看的是打擊戰 投手戰有時候 會很悶 1比1跟1比0 2比1的比賽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 比較激情 所以有打者的話 還是比較好 像日本 像韓國 他們現在都是有野手在 在參與他們的比賽當中 所以那個比賽的那個張力 看起來會比較好 所以我是贊成開放洋炮 好 那下一位我們請問女士 小姐 不好意思 小姐 首先感謝 恭喜對不對 首先恭喜洪中教練 今年得到1000勝 那我小時候 有去台北市立棒球場看過 然後那時候你們都是優秀的選手 那現在在大巨蛋 可以看到你們是很棒的教練 所以我想問兩位教練 就是今年你們身為教練 會有什麼目標在 或是接下來兩三年 你們有什麼目標呢 對 我們球迷還蠻想知道的 我的目標很簡單 我的目標就是把台康這一個球隊 往好的地方帶 帶到一個 等到有一天我推下來 後面來帶會很順利 把這個台康的成績再推上去 這是我現在目前可以做的東西 那至於說我要帶到什麼成績 我是棒球本來就很難去捉摩 我也沒有把握說 我一定要把台康帶到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拿冠軍什麼的 這個我是不敢保證 但是我會盡力把這個球隊的裡面的氛圍 或是他的自律性把它帶好 那以後我退了 下一個來接台康的兩位 很好帶這個球隊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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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增加最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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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自己本身的目標 就是幫助這些年輕的球員 幫他們累積經驗 讓他們就是 為他們的生涯 之後的鋪路 越鋪越好 然後就是 幫他們累積 主要是累積經驗 然後教他們之後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讓他們的未來生涯會更深 所以不管是在一軍還是其他的聯盟都是 我給總教練請教一下 因為我跟總教練 用一句話形容 海港 我說海港是一個很可愛的球隊 很可愛的球隊 總教練 如果讓你用一句話來講 海港 我說海港可以認同嗎 還是說你有更好的 形容海港 怎麼樣 一句話來形容說 比如說我跟曾公我說 前天說而已 我說海港是一個很可愛的球隊 那如果讓總教練來形容一句話的話 可愛可以嗎 應該 應該也是可以 不過可愛之外 我希望台港是一個有自信 而不自滿的球隊 對 還有最後 本來有三個問題 兩公民把你們占掉一個 所以最後還有兩個問題 最後兩個問題 這位好了 中間的 主持人好 洪總好 各位路易斯您好 那 因為剛剛 蠻多問西部 還有一些未來發展問題 我想問一個外部問題 因為現在 我們台灣 直籃這邊 也處在兩個聯盟 然後在分開跟合併的一個過程中 那我想 洪總或者是路易斯教練 過去有經歷過 這樣子職棒 有這樣分合的狀況 能不能以一個前輩的角度 來 或過去的經驗 針對我們目前公安 來提供一些想法跟建議 謝謝 我沒想到有人會問這樣問題 簡單的應該是先合併 等到很多東西都成熟了 我們的球迷夠多 我們的技術球員 我們的環境夠好 要分再分 現在老實講還不夠成熟 我覺得兩個職能應該合併 集中資源把事情做好 是目前當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我認為 只要兩個聯盟可以一起工作 只能讓每個聯盟都更好 所以他們更加多的技術 每次聯盟都更好 就是如果兩個聯盟能好好的合作 把合併為一個聯盟的話 把兩支聯盟的才能能力都併在一起的話 其實只要是兩個聯盟合併 對整個體育界都會有比較好的正向的發展 我以為剛才這題要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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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的答案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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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真的問題 我剛剛很想問 路易斯他知道我們台灣有幾個指南 OK 下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 好 最後 確定最後一位 空中你好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你帶過幾支球隊 然後你覺得Namigo跟富邦還有台剛 你覺得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那個球隊的氛圍 打不出來 我帶過三支球隊 Namigo 富邦跟台剛都很好 他 我跟你講我保證他私底下跟我講 不是這樣子 好啦都不錯啦 打不好都是總教練不好 對對對 你要在巨蛋下面叫他講什麼 OK 那今天這個活動就到此 圓滿結束